大家好 我是新竹老師 來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第一次接觸大居調以上的 或是大居調以上的朋友們 從六孔換到七孔的底子的時候呢 會碰到的問題 因為前兩天有一個迪友 他第一次吹大居底 他說欸 我發現大居底是七孔的耶 他說我以為以為是六孔的 那現在我們普遍用的大居底都是七孔的 為什麼咧 我如果用六孔的話 大家會發現這個紙句 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現在普遍都用七孔 就用右手的四個手指頭來按孔 裡面都用七孔來按 右手四個一起按 這樣紙句就不會那麼大 那也比較方便轉調 那但是呢 我們這樣在吹手句 碰到一個問題了 當我右手全部放開的時候 笛子就會晃得很厲害 很不穩定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什麼呢 就要注意我們講的 我們稱之為保留指 我們要留一個手指頭去扶住笛子 我們叫他保留指 留哪一個手指頭呢 普遍啦 那部分的人他會扶住 無名指 也就是說我吹手拉西 大家看一下喔 手拉西的喔 我吹刀的時候我就按回來 然後我在左手的六合音 我這個右手的無名指都被保留住 吸的時候拿起來 這個是普遍的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保留這個手指頭 如果說你們各位已經吹得很習慣了 你就繼續保留無名指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是初學大底的話呢 我建議啦 給各位一個建議 請你保留你的小拇指 不要保留無名指 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聽一下這聲音喔 我一樣吹手拉西的喔 保留無名指的 跟我保留小拇指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來 我再吹一次喔 保留無名指 保留小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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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出來了嗎 我保留小拇指的這個 支吧 它這上面的音 會比較的亮 而且音色會比較一致 大家可以直接比較這個音 大家可以直接比較這個音 然後 我們保留小拇指 你會明顯聽到那個音 比較暗一點點 但是保留小拇指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基本上那個音色 就沒有什麼差異 那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跟我們的這個 好了 也扯得有點遠 稍微講一下 跟我們震動的波腹跟波節的位置 有一點關係 那這個位置 剛好是在波節上 所以它會讓那個聲音聽起來 比較暗 會讓聲音聽起來 比較暗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說各位初學的朋友 我建議齁 大家在練這個大拇指的時候 一開始就練成這個習慣 保留小拇指 好 我就不要再去練 保留無名指這個指法了